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你怎么填 首先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是什么 看清楚了 人口普查是每十年一次 那陈先生已经在英国二十几年了 陈先生已经见过人口普查三次了 就是二十几年来他们做了三次的人口普查 然后每十年一次 如果你不填人口普查 你会被划款一千半 如果不提供划款 如果欺骗也划款 好 然后就说人口普查的那个是英国统计局的事情 跟任何部门都没有关系 跟政府啊 移民局啊 什么税务局都没有关系 你填的东西会被保密的啊 保密 保密一百年 统计局的数据拿到了之后 他们会数据保持一百年不公开 所以等他公开给大家看的时候 就是一百年以后的事情啊 我们估计都看不到了那一天啊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你给的资料会被人知道啊 那个如果被公开了 那大家都查得到了啊 什么 他是统计局能够调用这些资料 政府可能也能调用这些资料 但是绝对不会让公众公开的啊 然后他要填什么呢 他要填第一个是长期居住在那里 你的地址的 或者第二个是临时居住在你的地址的 注意临时居住就是他没有英国地址 其他没有英国地址的 只是在你那里过夜的 或者像是来英国旅游的 短期居住在你地址上面的 就是都要填哈 必须在听清楚哈 时间是2021年3月21号之前 必须填写他们就进行统计了 所以如果你不填写的话 他们可能会催你的 反正时间也不多了 大家尽快填吧 就是长期居住的 临时居住的 或者要在你那里过夜的 前提条件是什么 在你那里过夜的 就是他可能不是英国没有其他地址的 反正就一个条件 就是他没有其他地址的 你就得把它填上去 那有的人问有跟身份有没有关系 跟身份是没有关系 不管有没有身份 他只是要统计这个人口数量 英国的人口数量 跟有没有身份没有关系 他也不会因为这个移民局来抓人的 因为他统计局跟移民局不是同一个部门 他而且数据是保保密的 那具体怎么保密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说是很保密的 只要他没有英国其他的地址 即使在你那边过夜 你也要把它填上去 就3月21号如果在你那里过夜的话 然后如果没有英国其他地址 临时住在你那里的 也要给他登记进去 然后如果在一些技术学校 学校也要给他填进去 像你的小孩如果在技术学校 他都没有回来 他也属于你住的这个地址 也要给他填进去 如果你有多个地址 你要填常住的地址 常住的那个地址 而不是填写在你这个地址 就是他哪里住的最经常 在哪里哪个地址填这个人口普查 不是在你那里填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 大概就这几种情况了 然后他主要统计的是 人口种族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反正点点点这是统计局的事情 有的人说既然跟身份没有关系 那我也拿不到身份 我就随便填了 那也不能随便填 你要认真的填 因为上面写着 在你知道的范围之内 就是你明知道数据是错了 你却要填错的数据是幻华的 是要被罚款一千半的 所以不要乱填 乱填是幻华的 你竟然要帮助统计局 统计人口了 你要做认真一点是不是 当然你如果真的不知道 填错误的话 是你认知错误 就是说你不懂换换了错误 那没事 没事 听清楚 你如果不懂 你也不知道错了 但是换填错的东西 那是没事 如果你故意填错 那是有事 如果被他知道 他要还你一千半的款 这是上面写的 挺非常清楚 跟身份没有关系 很多伙伴打过来说 我是不是能口普查填上去 我就有身份了呀 不是这样子的 你能口普查怎么填 你也不会拿到身份 他只是统计局 要统计英国有多少人 英国有多少个种族 多少个年龄 多少个人受什么教育啊 什么这样子 他跟身份完全没有关系 听非常清楚啊 跟身份是没有关系的 不会因为你填了统计数据 你就会有身份的 No No 没有社会啊 不要想了 他只和人口有关系 跟其他都没有关系 他只是统计局要统计 统计局要你贡献数据 你就贡献数据给他 他想要统计东西 你就给他统计 你不要说我填了 你也不要太较真 大概你觉得对了 填上去就行 不要说一定要查的细细 清清楚楚 当然政府希望你查的细细 清清楚楚 你只要认为是对的 填上去都没事 除非你故意骗他 这样子 好 那就直接进入正题 怎么填写啊 你自己做笔记一下 如果 你开始填的话 先输入这个网址啊 输入这个网址 就进入到这个网站了 如果你有扣的 就是你有收到信 你直接填 开始填 start 这里又输入16位的扣 如果你没有扣的话 你点那个 我没有扣的 然后你可以 叫他画一个扣的给你 我叫你叫他画一个扣的 那我就输入我的postcode 让他画一个扣的 你的电话号码 填写哈 首先你点那个开始填写哈 开始填写你输入你的代码 这是我的代码 你要输入你自己的代码 然后点进入 进入完之后呢 就开始填写 他问你是不是住在这个地址 你填写yes 第一步 点yes 然后 你是不是经常住在这个地址 你点yes 然后点下一步 然后输入你的名称 我这里就随便输入了 数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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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哈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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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save continue 然后 谁住在那里 点family member和partner 就是你和你的老婆住在这里 OK拖上去点继续 然后你还 还有其他人住在这里吗 你点点输入他另外的名字 你的partner OK点save continue 然后两个xx住在这里 Yes I 你想不想加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你点yes 然后点continue 然后输入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 然后就是 第三个人 我看不要用xxxx xxxx你看不懂 等下很麻烦 因为他等下会说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他们什么关系 然后我现在 来看一下 第一个人改成1 全部用1 第一个人 名字叫1 姓1 好 然后点family member 住在这里 然后点save continue 然后第二个人我也改了 改成2 不然人家看不懂 第二个人改成2 save continue yes 我想加第三个人 第三个人比如说是宝宝 你输入3 名字叫3 姓3 OK save continue 如果有第四个人 你再加4 我这里就三个例子就可以了 我想第四个人再加 这里就没有了 点no 没有了就三个人 OK 然后开始了 他说有没有其他人临时住在这里的 临时住在这里的 点no 只有三个人住在这里 没有其他人 然后有没有其他人将在这里过夜的 就是在21号那天 3月21号在这里过夜 点no 在这里点no就可以了 两个都是点no了 然后你就是没有visit 只有在1、2、3个人住在你这里 OK 继续 然后 然后点continue 然后 21的什么人 21的wife husband wife 或者点partner 就是这里随便填 partner就是没结婚 wife就已经结婚了 第一个跟第二个人的关系是partner 好 第三个人跟你的关系是谁 第三个人的关系是some 就是小孩 some和daughter 一跟三的关系 然后二跟三是什么关系 二跟三是some anddaughter 二是三 三的关系是some anddaughter OK 那点继续 这个关系够复杂的 当然如果是有四的话 等一下四跟三是sister brother sister 那我添加一个四作为案例 不然的话 等一下 没有brother sister也不好 所以这个三是你 按你的要求而填了哈 art三万 添加一个人 就是 四了哈 添加一个人 四 因为很多伙伴 有好多小孩 然后四 不然再添加一个五吧 art三万 九五 这样就有三个 三个宝宝跟两个大人 safe 一一二三三四四五 ok 然后继续 再下好了 二跟你的关系是partner 或者wife wife partner ok 然后partner 下一步 然后三 跟你是什么关系 是小孩 some anddaughter 然后四跟你是什么关系 some anddaughter 然后五跟你是什么关系 some anddaughter ok 然后二跟三是什么关系 二不是妈妈吗 三是小孩 妈妈跟小孩关系 是some some ordaughter的关系 然后二跟四是什么关系 二跟四是some anddaughter的关系 然后二跟五是什么关系 some anddaughter的关系 然后三跟四是什么关系 那三是小孩 小孩跟小孩之间是brother sister的关系 ok 三跟五是什么关系 brother sister的关系 然后四跟五是什么关系 brother sister的关系 是吧 继续 ok 一二三四五都搞好了 然后continue household accommodation you will need to know information about search 就是你环子的情况 点continue 你是什么环子 那我是独立环 点独立环 flat 点flat 如果是一些小 一些小屋子 点小屋子的 我这里是独立环 点独立环 然后环子的内部 环子的负型 负型是detach 就是全独立 semi detach是半独立 terus是排屋 我在这里是全独立 点全独立 好 就是你 全部环间都属于你们的吗 是yes 有几个环间 点三个环间 随便填了 然后还要问 有没有 central heating 就是有没有暖气 当然 现在环子没暖气 怎么可能呢 是吧 就点main gas 就是暖气 如果是愿电的 点电 我这里是main gas 就是煤气的 煤气的电 供暖设备 OK 然后点safe continue 然后 然后就问那个 你是租的还是 第一个是你冤有 环子是你自己有的 第二个是抵押贷款 第三个是 部分冤有 就跟政府有时候共同冤有 第四个是出租 第五个是免费给你住的 那我这里是 没有mortgage 直接冤有的 就没有抵押贷款 OK 然后点safe continue 然后你有几辆车 两辆车 然后继续 然后就 开始填下面情况了 continue 啊 OK 下一步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你是什么婚居啊 什么 什么注册结婚啊 注册伴侣啊 什么这些一般很少见 我就不 不一一说了 如果你看不懂可以自己支点环利啊 然后我这里解 partnership 然后点safe continue 你有没有住在另外的地址 在 你有没有待在另外的地址 呃 待30天一年的 就是你好像有没有另外的 另外的地址 就是另外 呃 叫什么 叫第二座环子 呃 no 就没有住在第二个环子 呃 你是不是学生 呃 partners student 你点yes 呃 yes 如果你是学生 但我们不是 点no啊 呃 哪里出生的 我们点其他地方 呃 我们哪里出生的 点tina tina出生的 safe continue 然后你什么时候来英国 我是1999年来英国的 来了十年了 safe continue 然后 一年之前你是住哪个地址 一年之前我也是住这个地址 OK safe continue 呃 你是什么样的 呃 你是什么呃 什么呃 国籍是吧 nation identity you are beyond 就是你觉得你是什么人啊 哪里的人啊 那你就点other了 我们是能 能种 你是什么能种 你觉得你有什么种 种呢 就这样子的 大概 tines 你是中国人 你觉得你是中国人 因为有的人一半中国一半外国 所以他就说你想做什么能 你是中国人 OK safe continue 然后你是什么种族 现在你是什么族族类的 族类的点 other 因为英国 中国 华人是灰小 非常小的族类 他只有百分之零点三 知道吧 其他的 阿拉伯或者其他的 点其他的种族 点continue 那我们是什么种族 tines 中国的种族 中国种族在英国只占百分零点三 很小的比例 你的信仰 信仰是Christian 或者没有信仰 你随便填 OK tines 信仰Christian OK 然后点safe continue 然后你讲什么语言 我们当然讲英语 也讲other language 我们写other language other language就tines 中文 我们会讲中文 然后你英语讲的怎么样 讲的非常好 然后你拥有什么护照 你拥有英国护照 如果你有英国护照 你拥有其他国家护照 也点其他国家护照 safe continue 其他什么国家护照 China passport continue 然后你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非常好的健康状况 然后你有没有神经病 没有精神病 没有精神病 或者肢体残疾 no 然后你 你又没有照顾 其他有精神病 或者有长级的人 no 没有照顾 你的性取向是什么 性取向第一个是street 就是说直的性取向 不是弯的 是直的 或者叫做hurt hurt sexual hurt sexual就是直的 homosexual就是那个 就是同性恋 第一个是直的 第二个是同性恋 第三个是双性恋 就是男女通知 或者有其他的奇奇怪怪性取向 ok 第一个是直的 不是同性恋 ok safe continue 第二个是 你的性别在你注册出生的时候 跟现在的性别是不是一样 就是问你有没有变性 你点呃呃是 呃是后一样 你点是一样的啊 如果有改变性别你要写啊 还有就是你的 你的毕业证书啊 ok你的呃职业证书 你有没有呃上过大学 你点yes 没有上过大学 你点no啊 没有上过学 点no啊 yes 然后你得到了什么学位啊 然后你是不是有大学学位 你点yes 没有大学学位 点no啊 我叫你点yes ok 没读的 没读过大学的人 点no 然后他又问你其他 有没有其他的学位 你点no啊 其他学位都没有了 其他乱七八糟都没有用 不要写no啊 ok 呃 有没有参军啊 有没有参军no 没有参军 在过去的七天内 你 你是呃做什么的 呃 如果你是打工的点打工 自雇员的点自雇员 第一个打工 第二个自雇员可以多选 就选打工的简单 或者是什么都没有 你就点呃什么都没有 也可以啊 那就点打工 ok 然后你的主要工作啊 做什么的 你可以点呃 我只是被雇员的啊 ok继续 然后要点上你的呃生意 呃呃就是 生意的名字啊 如果你有打工的话 我随便点啊啊 job title是什么 你自己填上 比如说manager 是吧 然后你叫的description也写manager了 然后counter的话就写counter shef就写shef c-e-f 你自己看看吧 哈 然后主要的是做什么 你的主要的shef就就点那个shef shef就点cooking 是吧 土换是吧 呃 do you supervise or oversee 你有没有海外 呃 do you supervise or oversee the work of other employee on day to day 你有没有管管管管管这个 就是你有没有当领班管人啊 就点no了 没有管人啊 还有是什么 remotely or in person 这可以是远程管人 反正你没有管理呢 你工作几小时 零小时四五小时 你看看工作几小时吧 呃 你怎么去工作了 如果你在家里工作 家里工作 如果你是坐巴士吋啊 火车啊 你怎么去工作的 自己填啊 然后你是呃 你在哪里工作的啊 在哪里工作 在工作的地方工作 或者在呃 家里工作啊 反正我这里就填在家里工作吧 好的 然后就点continue 然后再填继续 再填继续 然后开始讲到222了 222 你是22吗 yes 不是老婆吗 老婆也 1999 随便啊 99 99 没有99 99 随便填啊 你是21岁吗 yes 然后你是什么性别 female 你结婚了 没有结婚啊 你呃 30天之内 呃 这个好像问答 问答都是一样的 看来接下来后面填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就是每个人估计这些内容都填好了 你就点提交就可以了 所以我现在退回去 呃 把全部的能给去掉 剩下一个能 我看看最后提交是什么样子的 嗯 嗯 household accommodation 一跟二 我看看怎么移除掉 我看接下来填的每一个人的资料都是一样的 所以也就不重复了重复了填同样的资料了 这个呃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怎么填写这个呃 资料啊 这个表格哈 谢谢大家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哈 OK 拜拜了哈